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建立自定的工作平面 那很多人呢从StageUp转到Ryno里面最不能适应的就是 Ryno有这种世界坐标Wordtop或者是 工作平面也就是CFrame的这种概念 我们来示范一下 假设呢我现在画一个这个 金字塔的形状 给它一个高度 好画好对不对 那假设我现在是在Sketchart里面 然后我想要在这个面上面去 画一些 我想要的形状 那其实在Sketchart里面的话我只要直接画在这个这个面上面他那个线就会黏在上面了 但是呢如果现在我们是在Ryno里面 我如果直接画我现在在透析里面画 好画得很开心 我画这样的形状 那其实实际上这个线 它画的完全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它其实是这样 所以它现在其实是根据这个世界 世界坐标就是Wordtop的这个工作平面去去进行绘制的 那要怎么画呢我要怎么样把线画在这上面 那很多时候呢就会透过一些放样线 我们可能就画一些放样线 好我画一个这个终点的线 这个是这样好了 终点的线每个线都连起来 或者是配合我们下面这边有这个 All Snap 然后这边可以开锁点有没有 然后我们再开启这些锁点 这样才会画好 可能贴在这个面上面的线 但我们也可以透过转换 底下这个 工作平面来贴齐到我们想要的这个面上面 来达到说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已经更改的工作平面上面 绘制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要怎么做呢 好我们呢可以用 用指令 用两种示范 第一个先用指令示范 我们打 C OK 好按空格键或者是点下 然后他这边就可以选 选很多 我们要 怎么设置什么样的C 那我们现在选Object 因为我们是要根据物体来做 点Object 然后现在是说我们要设定 设定这个C 到哪里 我要到这个面上面 一个三角面 点一下 好你看 他就整个 整个面就贴上来了 所以现在呢我如果直接在这上面画 画形状 好我们看一下 他就贴在这个面上 好这个话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那刚刚的话我是用 那个key指令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 标签 C-Plan 他其实就是这个icon Set C-Plan to object 我们点一下 C-Plan又转了 这时候我可以再画 画 这样其实就很快就画好 好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要把 现在这个工作平面切回原本的 世界座标平面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 这个 C-C-Plan 他就会转回来了 这时候就回到整个 平面的 初始值 那当我们整个模型他越变越复杂 他的面有更多的时候 如果每次都还要这样子点标签 再这样选或者是还要key这个指令 然后选object 他其实还蛮 蛮费时间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自定的快捷键 我先把这原本的删掉 我们可以透过自定的快捷键来设定 我们要创造新的这个工作平面 那要怎么做呢我们到 Tools 底下 这边有一个Option 点进去 好然后在这边呢 底下这边有一个 Aliases 就是快捷键或者是别名看那个 如果是中文版的看这个是什么 然后呢这边就有很多快捷键是我们可以自己设定的 好我先把我原本设定好的两个先 先删掉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建立自定的快捷键咯 我们就按这边下面有一个new 新增 然后我们就选一个 上面这边没有重复 不要选上面重复的然后你就选你自己 惯用的或者是你 喜欢的页键 那我自己我喜欢设定w 那我选w是因为我如果左手 我现在是用那个笔记型电脑 我如果左手放在这边 我的中指可以放w然后我的 五名指或者是小指就可以很快的贴到shift跟control等等这些键 你们可以看自己喜欢什么键 好我我现在要设的键是w 然后我要做的指令呢是什么 这个这边要跟着我打就不要打错 也有这个 分号 然后要一个底线 大小写要一样哦然后我们打 c clap 控格 注意一定要有控格 控格的话是表示说我要执行 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再去选他的 子项目 然后再一个底线 底线 然后选 object 就我们刚刚 是选目标物件嘛 然后这样子的话按一下enter 这样我们这个快捷键就设好了 好按一下ok 好你可以试一下 我现在按w 选 这样很快就设定好了 w控格 选 很快就好了 好再一次w 或右键 很快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设完这个已经更改的工作平面之后 另外一个常用的快捷键也需要建立 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工作平面改回这个Wortop 这个cc plan 这个标签我们把它也改成一个快捷键 这样会比较快 好我们一样回到tools底下这边有个option 好再回到这个 Aliensis 然后我们再按一个新的new 那这时候你可以再设定另外一个快捷键 那我是习惯用rw 就是 re或者是return之类的 好然后 然后 一样 打一个 分号 底线 c c plan 然后 空格 底线 ward 好 再一次 空格 底线 top 好 好之后按enter 我们再按一次ok 这样子的话就设定好了 可以再试一下w 然后我刚刚是设rw 好 这样很快的就可以再针对我们工作平面 做切换 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增加蛮多工作效率的 像我们刚刚那样做好设定好的c plan 也就是更改过后的工作平面 再做一些像是投影啊或者是g true is true 这种指令的话他那个默认 默认工作的轴都是c轴 那其实这样子 就会变得非常的快速 你就不用再重新去调整整个 整个什么c轴等等的 只要透过工作平面的更改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呢想要再了解更多关于工作平面啊c plan这种设计 的话可以看我的 另外一个影片 好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好 谢谢观看